我们来关注是美国国防部公布一份中国大陆军力报告 在报告内容就指出大陆近几年迅速提升了军事现代化 目标是为了要对抗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势力 而报告也针对了台海局势 两岸军力发展等等有做出完整的评估 还说中国大陆会持续加强核武的数量 预计到2030年可能会拥有至少1000枚的核弹头 但其实美国目前所拥有的核弹头已经高达了3750枚 五角大厦公布年度中国大陆军事报告 大幅提高对中国大陆核弹头数量的预测 在2027年可能达到700枚 报告内容指出大陆的核弹头从2020年的200枚 在2030年将增加到5倍达到1000枚 五角大厦近200页的报告指出大陆从来没有放弃武力犯台 共军持续强化能力目的是想逼迫台湾 按照北京提出的条件进行谈判 美军参谋长出席阿斯本安全论坛 被问到大陆短期内对台动武的几率 他不会言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不过他重申美方会遵守台湾关系法的承诺 根据美国国防部资料统计 2021年大陆国防预算达到2090亿美元 是台湾的13倍多 美军参谋长的说法跟美国国防报告明显相呼应 都是强调美国会支持提升台湾自我防御能力 美方会持续对台军售 报告说中国大陆计划在2049年逢建国一百周年之际 达成对抗美国的目标 虽然美国已经有三千七百五十枚核弹头 远高于大陆 眼见大陆军武能力标速提升 美国最担忧的还是在印太区域的地位 即将不保 美国参院外委员会在昨天有通过伯恩斯出任 美国驻北京大使 伯恩斯主张联盟抗中也支持协助台湾提升防卫能力 因此受到参院两党外交领袖的青睐 我们来听听他的证词 特别人的抗美国 中共的制裁 北京的灵源在 Xinjiang 中的激动在亚洲 大陆的亚洲 套争和自由 和弃力的台湾 是不正在阶段的 不正在阶段的 美国的新冠军动 这些新军动动对台湾 尤其是尊重的 美国的美国立法 是远了一样的 中国政策 是一样的中国政策 但我们也对 我们听到伯恩斯塔有承认说 支持美国在印太区域 保有强健军事的威慑力 也支持协助台湾 实施不对称的防卫战略的政策 预计有他的人事案 接下来可能会很顺利的 在参议院的全院过关 好 来关注是大陆 现在疫情又持续扩大了 像日前上海迪士尼才传出 因为有确诊者入园 导致三万多人必须要彻夜做筛检 这两天本土的疫情也是连日破百 目前波及到15个省市 让大陆过去希望可以清零 善政策也备受挑战 大陆的公共卫生专家钟南山 接受媒体访问时 有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一起来听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聚焦了 在日本东京有一间咖啡厅 与众不同 里头的店员全部都是机器人 您可能会想就是机器人餐厅 但其实不是 这跟我们过去熟悉的机器人完全不同 这些机器人其实是有人在远端操作 这些人是谁呢 其实是见动症的患者 因为咖啡厅这项遥控工作 让他可以重新的享受工作跟生活 外观毫无特别之处的咖啡厅走进去一看 却发现店员全都是机器人 而最特别的 他们不是大家所熟悉的AI机器人 而是有人在远端实际操作 而这些机器人其实就是远端操控者的另外一个身体 机器人的操控者因为疾病等原因无法外出工作 但现在可以在家里 甚至在医院的病床上 远端操控机器人 操作的方式也非常简单 机器人搭载了摄影机 操控者可以看到咖啡厅的客人 服务客人有如清零现场 操控者中有一位咖啡师 四年前因为罹患上了见动人症 不得不放弃最爱的工作 在身体逐渐恶化之际 偶然得知分身机器人的存在 获得了工作机会 当他成功把咖啡送到客人桌上时 客人的欢呼声 以及能够继续工作的喜悦 让他忍不住在另外一端流下眼泪 由于见动人症的症状会持续恶化 以后不止四肢 连声音都会发不出来 但是他可以用视线操作机器人的动作 也已经预录好了声音 所以将来就算他被困在床上 也可以使用另外一个身体 继续做喜欢的事情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